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acle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讲解的重点是模糊查询 其实模糊查询的关键字哈 之前我们在介绍运算符的时候呢 已经提过 它的关键字就是like和lote like中括号代表可有可无 like就是像什么什么一样 而notlike呢则是不像什么什么一样 这个就是模糊查询 那如果我们要学习模糊查询哈 就必须了解 Oracle的通配符百分号和下化线 至于百分号和下化线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百分号代表0到n个任意字符 也就是说既可以代表0个字符 也可以代表无数个字符 任意字符哈 那下化线呢 则代表任意一个字符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通配符加某些字符 字符串就可以组合而成一个叫做模式匹配 字符串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练习来看一下模糊查询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那这个练习就是查询名字中带有S的雇员的信息 那我这里面只有一句话 名字中带有S像斯密斯呀 Jones啊 这些都是带有S的 那名字中带有S怎么办呢 名字中带有S很明显是条件 like like就是像什么什么样 这个名字像某个字符串 请注意这后面就是跟的模式匹配字符串 既然是字符串 那么必然要用单引号括起来 那名字中带有S 那就必然出现S这个大写的出现 大写的这个字母出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 say that thing from EMP where are you like like S 能不能出结果呢 答案是一条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S目前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字符串 这个时候like S就相当于 等价于S 而实际上呢 Elem并没有 并没有叫做 单独的叫做大写的S的这个 这个名字出现 那怎么办呢 我怎么样才能得到这种 Smith啊 Jones啊 这些呢 诶 我们就从通配符上想办法 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两个通配符 一个是百分号 一个是下滑线 百分号呢 代表零到N个任意字符 下滑线代表任意一个字符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用百分号吧 S前面写上百分号 说明什么呢 说明S之前可以出现任意一个字符 运行一下 诶 怎么出现的全都是S结尾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通配模式匹配字符串 百分号代表零到任意一个字符之后 跟了一个S 这个S就相当于是在结尾 所以出现的都是匹配了 结尾是大写S的这样一些名字 那如果我要说名字中包含S怎么办呢 在S之后也加百分号 代表S这个字母之后哈 也是跟零到多个任意字符 那不管是它结尾 还是它后面还有字符都能出现 诶 这个S打头的也出来了 因为S前面可以是零个字符嘛 S结尾的也出现了 如果中间有S必然也会出现 好 这个百分号S百分号 其实就是一个模式匹配 字符串哈 代表什么呢 包含S的任意字符串 如果我把后面这个百分号去掉 说明是任意字符加上大写的S 大写S结尾的任意字符串 如果呢我把前面的百分号去掉 代表是什么呢 代表是S打头后结任意长度字符的 这样一个字符串 那好 现在如果我们把百分号换成下化线 会是什么效果呢 下化线跟百分号有个最大的不同 它们都代表任意字符 但是下化线只代表一个任意字符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首字母随便任意 但是第二个字符一定是大写的S 结果发现 我没选中哈 结果发现没有得到任何记录 因为我的确没有第二个字母是大写的S的名字 但是有第二个字母是L的哈 现在我把它改成大写的L看看 哎 第二个字符是L的就出现了 第一个是下化线嘛 代表任意一个字符长度 加L后面百分号代表L之后可以接任意字符 OK 这个就是下化线的用法 请记住 下化线代表任意一个字符 百分号代表任意多个字符 甚至是没有 这个就是模糊查询 like关键字跟模式匹配字符串的用法 模式匹配字符串的就是普通的字符 加上通配符 组成的一个模式匹配字符串 只要Elem他的值像他一样就可以查询出记录 那么除此之外 除了like还有一个叫做not like not like就是不像什么 也就是排除掉第二个字符是L的 Elem第二个字符是L的所有的记录 OK出现了11条 这个就是like跟not like的用法 记住不管是like还是not like 它都必须跟模式匹配字符串在一起 而模式匹配字符串就是单引号 扩起来的普通字符加通配符 形成的一个格式匹配 模式匹配字符串 代表满足一个特定格式的 这样一个东西才能够被查询出来 这个就是模糊查询 同学们掌握了吗 我们一定要灵活运用 请注意一般这种like和not like 我们会用在char类型 就是字符类型 不管是定场还是变场 还有date类型 用在这方面的会比较多 好的 那么我们本次课的内容就结束了 下次课再见 感谢观看